乌克兰战争爆发已经整整一个星期 七天里啊 局势急剧变化 让世界震惊 也让我们痛心 那么我们这一期啊 海纳渔夫美国房产节目 专门从一个美国房地产经济眼中的俄乌战争 跟大家分享 欢迎收看最新的一期 海纳渔夫美国房产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记得给我们点赞并分享 在我们线上呢 依旧是精英地产李林 你好 李先生 任意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来 我们先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标题啊 乌克兰总统 乌克兰人民 为什么感动了全世界 那在您眼中的俄乌战争是什么样的呢 俄罗斯如今乌克兰这个战争啊 从一开始我就通过推特 进行了及时的关注 关注战争的一个发展 可说实在的真的 从一开始那几天 我每天都会留言的 每天 真的我觉得整个 这个战争给人民 给 社会公众带来的这种伤害 它会持续一生 甚至是两代人的这种伤痛 这场战争在可以说绝大多数人的眼中 都是认为是一边倒的一个战争 是没有悬念的战争 但是 可以说从一开始 从战争一开始 我的价值观点很明确 就是俄罗斯就是入侵乌克兰 这是一场没有道义 完全不符合那个 轨迹法的一个这一场战争 俄罗斯是必败的 战争的整个的一个进程 可以说也是严重我的一个观点在前进 那么只是我相信有很多人没想到 乌克兰人民和乌克兰总统 他的一些行为通过互联网媒体的一个出现 那么 或者说他让很多人流泪 我相信观察 关注了这场战争的人 一定会和我有一样的那种感头深色 我说几个点 第一个就是乌克兰总统 当美国叫他喊他撤退的时候 他向全世界喊出了 我 要的是子弹 而不是变车 这一句话 可以说这是乌克兰感动世界的第一个 比较关键的一个点 第二个点 很多的乌克兰人民为了保护自己的家园 为了让自己的妻儿 为了让自己的财产 自己的房子 不必侵略者去鲁拉城区 然后可以说做出了各种 保护自己家园的一些行动 那么这个行动也是在不断的去感动着 全世界正义的善良的民众 第三个 乌克兰的那些士兵 他们在正面战争上对乌克兰 遭到的孤庆 所展现的这种似是如归的精神 可以说也是感染了全世界人 这也是 国际舆论整个俄罗斯进入乌克兰战局的一个转向的几个关键点 他没有像那个阿富汗战争 进行一边倒的整个的一个完蛋 而乌克兰战争在完全不对称的这种攻击下 整个的一个 规矩舆论的一个倒向完全已经全面的倒向乌克兰 而全面的入侵 潜在那个俄罗斯 造成可以说后面整个的一个战局 格局 全面的一个转向 是一个重要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是对我对整个战局的一个观察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说的 这一场战争的一个很重要的几个点 第一个点 这是人类理事上第一次通过那个自媒体来直播一次 这种大型的一个战争 或者说整个的一个自媒体 已经将俄乌战争完全的曝光在私人面前 全世界将近几十 我可以说应该是几十亿人在围观这场战争 他翻行了 全世界正义的善良的人的那种良知 我们在民主社会生活太久了 说实在的有些是很麻木 真的是 大家因为没有什么的一个 没有什么感知了 有些时候是非常麻木的一个状态 但是这次俄罗斯如今乌克兰的战争 翻新了很多人心中的这种学信 翻新了那个正义良知 让绝大多数的人类在选择这个 正义和利益面前 我认为是做了一个非常正确的一个选择 这是我的一点感受 那个瑞 我们现在看到最新的新闻 乌克兰首个城市已经沦陷 所以在你眼中的俄乌战争 它后面会是怎么样发展 乌克兰会真的赢了 还是俄罗斯会坚持在最后呢 你怎么看 我们看一个东西 我喜欢先从战略战术来看 从战略来看 俄罗斯如今乌克兰从一开始 它就有些输了 那么俄罗斯这个战争进行了现在 就是说乌克兰丢掉一个城市 我认为它也只是战术上的一点点胜利 对俄罗斯而言 但是它整个战略错误 它战术上的胜利 只会让它后面得到更大的一个惨罢 我相信这个是不用执迷的 只是这个过程当中 在这个战争的过程当中 乌克兰人民将遭受比较大的一个伤害 这没办法 这是地缘政治的这个 地缘政治的这个结构来决定的 这个是乌克兰人民必须要去承受的 因为旁边这样大的一个 普京大的俄罗斯这种 侵略成性的这一个民族性的 这样的一个专制国家 那么这是乌克兰人民走向西方世界 走向民族自由的这个怀胞 它必须要承受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我相信这个战争过后 全世界的资源都会拥向乌克兰 乌克兰的未来 乌克兰人民的未来一定会非常美好 只是在这个过程 我相信可能还要承担几周飞车 说一到两个飞车几个月的一个忍受 那种困难 因为乌克兰它是一个小的国家 它是一个处在地缘政治博弈的一个中心 目前从某种方面来说 我认为美国和博尔是完全可以去做经费区的 为什么他们不去谁的经费区 因为乌克兰战争 从盟众角度上来说 这是一种兄弟西强的那种 那种引来就会造成那个 我不敢说是引来那个外货 因为博尔和欧盟一直是在帮助他 这种兄弟这种价值观念的一个不同 超成这种相互的杀戮 那么我的观念是 美国在后面 为什么不完全可以去直接 让乌克兰人民少受灾难 直接实力进回去 但是美国为什么这么做 没有这样去干 我相信还是处于它的国家利益的一个考虑 第一个为了美国大兵的那个生命 因为我们是一个 美国是一个民主选拟国家 我们生活在这个国家 我们孩子的生命 我们年轻人的生命 他们去为其他国家 保护其他国家的人民去奉献这个生命 那么是深重的 美国总统深重的这种作法 我相信绝大多数选拟他是支持的 那么随着乌克兰人民遭受这种深重的灾难 这些照片 这些图片 这些视频 流落在那种网络上 让西方民主国家的民众 看后 得到那种感受 分手过后 那么这种民意的一个转向 那么就会 处使政府去 为乌克兰人民做更多的事情 这是这种体制来决定的 所以我觉得当前的这个 大的一个格局 为什么乌克兰人 他必须去承重这种战争 所带来的伤害 这是国籍齐举所决定的 你任何一个人 我们要去奔向 幸福 你必须要努力 要奋斗 这是 一个人是这样 一个国家也是这样 那么乌克兰今天就是在这条路上 可以说 他现在是他的谷底 他的最谷底的时候 但是我们相信 乌克兰在战后 一定会得到欧洲 包括全世界民主国家人民的一个 肥报 所以说战争的一个走向 现在 所以说俄罗斯 占领了一个城市 这只是战术上的胜利 俄罗斯最终 非失败 这是第一个点 第二个点 普京死悄悄 这也是必然的 我们从国籍局社会 过去这一两天的 对乌克兰的 对乌克兰的大的支持 对那个俄罗斯的围谋 让俄罗斯一夜 飞到了朝圈 我相信在战争开始之前 没有多少人 没有任何人能够预料到 但是这就是现在 目前的一个现实 俄罗战争 让中理 国瑞士都选变了 大家应该清楚 这是一次 世界历史的一次重组 这次已经不压于二战 所以我们每一个 法人在海外的 在民主国家社会的 生活的法人 必须要清楚地明确 目前的一个 格局 我们所身处的一个位置 这是我的一个观点 我们要大家参考 好吧 明白 那同样的 就是刚才您说的 特别令我感同身受 就是战争国的人们 人民 这个是受害的 最大的受害者 那同样的 其实我们知道 俄罗斯和乌克兰都是属于前苏联阶级之后的国家 那同样本是同根胜 相见何太极呢 那么我们下一个问题 我想问一下 李先生 就是在您眼中 在未来 乌克兰和俄罗斯 会不会 就是线下 私下的谈判 最后结束这个战争 在短期之内 快速地结束战争 这个谈判 我们看到了 首轮谈判已经结束了 这个谈判到底有没有什么作用 作用在哪 首轮谈判 从开始 我就给身边的朋友判断 这个谈判是没有结果的 第二轮谈判 也是不会有结果的 因为现在这个斗争 是一个 一是你 是我 第二个是那种 意识形态 因为俄罗斯的普京 不会允许一个民主自由 还原的乌克兰在他的旁边 那么随着战争的这种进行到现在 乌克兰已经被打烂了 乌克兰人民一定是想切地摆脱普京这个额模 如果这是他的一个战略目标 普京会统一吗 普京不会统一 如果不搭着这种战略目标 乌克兰会统一吗 乌克兰不会统一 所以说这个谈判只是 双方在教牌 在战争过程当中的 另一个外交战场而已 所以说我认为谈判 不会有任何的结果 这一定是一个你死我活的一个分家 比如说乌克兰人这次一定要切地去摆脱 俄罗斯这个额模的一个伤害和控制 你像俄乌战争 严格地说从2015年 14年的那个 就已经开始在东部 我相信在战火当中 就在老百姓 他们的一个感受 而且这次乌克兰老百姓的一个表现 那你说很多人都应该 他应该妥协在战火下 对不对 在俄罗斯这种强大的那种 军事价力下 为什么乌克兰人民没有妥协 而战争打到现在 现在乌克兰已经 我可以说绝对的好盘 他加入欧盟是没有悬念了 他一加入欧盟 当战争结束 他会获得很大的一个资源 也就是他会成为一个穷小子 积身于富贵之家 他整个的一个约身 我相信是 俄罗斯周边很多国家梦梦以求的 天上 天上我说的永远没有鲜柄掉下来 一定要自己去奋斗 这就是乌克兰人民可以说 他第一个经过战后洗礼 他经历这些伤痛 得到的应该有的一个回报 昨天 陈连斯基在 那个欧盟的大会上的一个演讲 当时 有一个翻译 他在 女翻译在翻译的时候 都 都 都哭了 他是感动了整个欧洲 感动了整个世界 而另一方呢 同时 俄罗斯的外交部长在联大的一个演讲的时候 是全面退席 你想一下 这个就是中国有句古话叫做 得道多助 食道寡助 这是 做一个危战事件 一个人也是这样 你不能失去道义 当你失去道义的时候 你就会失去一切 所以说我经常说的 我们做事 先要做人 你人做不好 你其他事 不可能做好 这就是我的一个看法 但是同样其实我们看到 关于最开始战争参与之时 这个乌克兰应该算是孤立与原 那么之后 现在我们看到 欧洲的这个欧盟 已经一些国家 已经开始间接的参与之进这个战争了 并且开始运送物资 物资啊 或者是武器啊 等等 那么同样啊 网上还是有一种说法 说是乌克兰总统 这个作为前演员的一个身份 那不适合当总统 但是同样我想问一下李先生 您认为在您眼中的乌克兰总统 是不是一个有责任 或者是有能力的一个总统呢 因为乌克兰的总统 他是通过选举产生 那么选举是靠选票来说法 那么他是不管出身的 最后很多那个政治体制的产生的 这种政治人物他不一样 因为乌克兰民主化时间并不长 前面设计的上台 我看了一下他的一个选举过程 等等他是有很多感人的动作 你看其中有一个动作 就是他和那个竞争对手 在演讲 在那个辩论的时候 他当中下跪 这种动作是一般的 那个领头上着不出来的 你说他是个演员也好 有演戏的成本也好 但是他能够当场马上下跪 这一般人做不到 因为很多的政治人物都是高高在上 而泽尼斯基他这种亲民着控 他拥得了乌克兰人民的一个选民的一个认可 把选择投给了他 就他 所以说他是个演员 他转型成了一个政治人物 成了乌克兰的总统 在战争开始之前 没有人认为他能行 我可以说 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 他认为他都会逃跑 带着老婆孩子 去欧洲 去第三国 去避难 但是 他的行为 他的行动 不但打了 众多事人 还能立个耳光 同时我说的 他也感动了整个世界 如果没有乌克兰总统 他的担当 责任 利物 那种勇气 那种不怕死的精神 我相信乌克兰今天已经能陷了 今天乌克兰可能已经比俄罗斯全能控制了 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个 有责任 有学性的男人总统 所以乌克兰人民 现在还在抗击普京 抗击俄罗斯那种 炮火蹂躏下 还在顽强不取 能够吸引全世界 关注的目光 能够吸引全世界的资源 现在 钱 那个 资金人 武器 源源不断地去流向 乌克兰 我不相信 普京大力这个战处 怎么去打 对不对 而且 在整个正面战场上 俄罗斯的 于己于动 俄军的一己于动 都被曝光在 往上 这个战争 怎么去打 今天我看到最新的消息是 乌克兰绝对不会对 开炮的士兵放过 这也符合我的价值观 对邪恶一定要追杀到底 最邪恶的重用 我说的就是最正义的挟毒 知道吧 那么这个警告发出来 我相信 我相信 会对俄罗斯军心有动摇 这是一个 而一个俄罗斯的 那个士兵死亡 才11000卢布的辅血军 整个那个 现在乌克兰已经开除 投降一个士兵 给500万卢布的一个奖励 当然这些 我认为都是一些 战争的策略 也没有多少俄罗斯士兵 说我投降 我去领500万卢布 这更多是战场上面的一些 战争的一些方法 就是说打败敌人的方法 但是这些我相信 都会动摇俄罗斯的军心 那么我认为 俄罗斯士兵最好的出路 就是投降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加入了一个反战宣传 第三个 我看到一个 有一个消息 当然不一定准 就是说 欧盟非得难民身份 我想这个应该是 欧盟可以做到的 那么经过几年 就是说 你可能申请欧盟护照 这对俄罗斯士兵 应是最好的出路 这是 这是我的一个观点和看法 同样其实 关于这个 乌克兰和俄罗斯战争 其实也是发生了几个变动 包含这个普京 也是对外声称 大家不要忘记了 关于俄罗斯 是一个核大国 所以这就体现出 一个国家拥有核的 一个重要性 这种威慑力 其实也是不容小觑的 所以李先生 您认为 在乌克兰和俄罗斯战争后面 那会不会变成一种核战争 俄罗斯会不会动用核武器呢 我认为这是普京使出的一个手段 叫黑扼打 我认为是没有应景的 就像一个人一样的 任意向我说 我拿着枪 我说任意我要开枪杀你了 我真要杀你 我会说吗 这是很简单图书的道理 我认为这是普京的一个黑扼打 这是第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 我相信普京的一举一动都在美国的掌控之中 美国现在就是想不想收拾掉这个魔魔 干不干掉这个魔魔 因为把普京留下来 受伤害的最大是俄罗斯和俄罗斯人民 很简单 美国现在不想直接把普京给干掉 就要让俄罗斯去整个 因为俄罗斯这个民主 我不敢说它是个祸害 至少是这次的一个行动展现出来 它绝对是个祸害 因为它主动去侵权一个国家 俄罗斯不仅普京有问题 它的整个的 我说得在一个罪恶的道路上面 没有旁观者 没有那个无辜者 俄罗斯人民很多 他们并不无辜 所以说我认为美国 对普京的那种黑恶杂 是不会得逞的 我相信普京敢放黑武器 在这个世界上 第一个消失的国家 一定是俄罗斯 这样吧 不论是正义和实力 它不能和世界人民区别 所以说我认为 普京放的这种 只是一种恶杂 它不会得逞 所以说大家不用太担心 这是一种起人忧天 这是我的一个观点和看法 明白吗 那么最后还想 李先生给我们分析一下 关于如何战争 达到一个未来的发展投降 因为现在实际上 局势已经非常的明确了 这场战争我说得 从开始 我相信在法文媒体 包括台湾的很多媒体 都说南远的媒体 这个战没得打头了 乌克兰拜定 从一开始 我就不同意这个观点 可以说 然后我通过很多的一个渠道 是展示出来了的 有兴趣的朋友回去网上搜查 到今天了 那么实际上整个的一个大的局局完全缓转 一个是四面楚国 俄罗斯成为了孤家寡人 内忧外放 回到了朝鲜 一个国家是 获得了全世界的源源不断的资源 那么这种战争 这种战争进行下去 结果不用我说 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 会还有很多残酷和学心的较量 这没有办法 这是我说的像一个人一样的 你要去迈向成功 一不吃苦 一不流泪 一不流血 怎么可能呢 天上没有鲜明掉下来 那么乌克兰人 我说的经过这次战互的一个洗礼 他会让他的一个民族 整个长期在俄罗斯这种亚伏下 解放出来 回到欧洲的怀抱 回到民主自由的一个怀抱 这对乌克兰人民 对乌克兰的一个子孙后代来说 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结果 这也是就是 现在乌克兰人民不害怕死 他们已经把死亡 我说的 每个人都会有恐惧 我们要去学生处地去想 我们在那环境有没有恐惧 一定有 但是为什么他们敢去当坦克 为什么他们不怕死 因为没办法 知道吗 当人把人逼到一个强角的时候 那么他就会去分歧反击 那么在这个地方 我说的 我有一个观点 我们的海外的法人 因为这个不是一个 一个很难做选成的 这是一个正义和邪恶的东西 我们必须海外法人 一定要旗帜宣明地反对这个战争 如果我们不去旗帜宣明地反对 这场不正义的战争 反对俄罗斯如情乌克兰的战争 那么我们海外法人 有一天一定会成为受害者 因为我们在民主世界 还属于少数出义 我们要追求的是 正义和良善 正义和良善 道义 这才是我们内心当中的 坚守的良知和底线 坚守的价值观 如果我们自己不去捐守 那么在西方世界 如果发生到这种 像今天俄罗斯人在世界上遭受的 我看到新闻有报道 在铁北市站 俄罗斯边境的波兰 还有JK斯和罗马克 有些国家 已经明确地 就是有些商店 不允许俄罗斯人进去消费 俄罗斯的孩子在学校被殴打 我说如果我们不能 当然这些行为是不正确的 包括美国也爆发出了一些反俄罗斯人的 有一个议员爆发了反俄罗斯人 就是这种言论 美国它是一个相对 我说的这么多种族 它对种族的一个保护 这种是上升到法律和规则的 就是我相信在美国应该是 我们的权利 我们的人权 我们的自由 会得到最大宣布的一个保护 但是我们不希望 就是说我们的言论 我们的 在社交媒体的言论 来审飞了我们这个形象 认为我们那个厨一是一个 没有底下 没有原则的一个厨一 所以说我希望我们海外的华人 一定要大量地发声支持 乌克兰反对 俄罗斯这种不正义 的这种无情行为 这样我说的 但一定的时候我们才会可能活点 别人的一个支持 这是我认为国乌战争对我们海外发展 要引起警醒的一个地方 这是我的一个看法 给我们做这样的分析 同样其实我们也是希望关于乌鱼战争 早日结束 受苦的就是当地百姓了 那同样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记得给我们点赞 来边分享 感谢李先生 好 谢谢观众朋友 谢谢观众朋友 拜拜 好 拜拜 好 各位观众朋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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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